接下来关心的是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师大夜市 那么刚开始冲突是由店家还有居民之间所开始的 不过现在一发不可收拾 有可能这个冲突它不会是一个个案 而是持续扩大到其他的商圈 主要是在师大有很多夜市的摊贩歇业之后要去哪里呢 有没有可能转移阵地造成其他的效应 其中首当其中也很红的永康商圈 目前已经有业者开始率先要避风头了 主要是房仲业者也说没错 如果说政府接下来或是居民瞄准永康商圈的生活品质 也类似有这样的纠纷的话 那么本来动辄百万的黄金店面至少下滑三分之一 而连带着也会影响到附近的房价 目前传出这些世大夜市的摊商 他们所看重的是温州街 而当地居民听到消息之后已经引发了反弹 无论是永康商圈目前店面行情最好的绑果冰 还是卖小吃的生活用品的 永康商圈每瓶寒价动辄三百万的黄金店面 每一间都是投资客眼中赚钱的经济木 但问题来了 偏有康商圈跟世大夜市很类似的地方 就是餐厅都开在狭窄相照 现在就怕政府关在脸神会看到自己 现在不止店家担心房仲跟投资客也是刹力蛋 有业者抢在政府开闸前战时关门大吉避风头 而担心世大夜市效应持续扩大的 还有号称台北绿宝石的这条青田街 不论新交屋中古屋每瓶上看一百五十万 还曾经被交通部观光局沿着十大龙泉街 永康街规划为康青龙生活圈商机五线 但伴随着十大夜市的房价波动 临近商圈房市可能连带影响 如果说市政府他决定要办的话 会从两三百万的店面价格 变成一百多万的住宅价格 从十大夜市的和平东路一段走短短500公尺 很快就来到这一条 铸满了这个台大教授跟艺文人士的温州街 就因为距离十大夜市近附近居民忧心忡忡 夜市摊商可能转移阵地来这另起炉灶 破坏本来宁静的住宅品质 听说就是说好像可以要转移阵地 好像到温州街发展到这边 因为十大夜市临近商圈到住宅区 就怕板块扩大这把火烧到自己 明镜临世达周一的台北采访报道